哈囉 大家好 我是Kathryn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是白色婚宴莊園的建築系列的第二集 那現在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們在蓋的地方呢 就是戶外的蜘蛛餐婚宴區域 那現在就是屋頂的部分 然後我使用交叉的籬包 對 那之後我會在上面再加一點藤蔓類的植物 那現在就是我們擺一些蜘蛛餐的座椅 那一樣就是白色系的比較整體感 那我在那個蜘蛛餐的中央區域呢 擺了一個花 就是噴泉嘛 但是是花的噴泉齁 裡面就是只有花 但是沒有水 對 那現在就是在炒那個桌子的位置 就炒到最適當的位置 那現在就是蜘蛛餐的桌台把它擺進去 那這些台子呢有那個fondue 就是那個可以沾巧克力醬啊 拿棉花糖草莓沾巧克力醬 或是起司醬的那個 呃巧克力噴泉 那還有一台冰淇淋機器 那還有兩個盤子就是可以放飲料的 那再佈置一下我們的 那我們就是在蜘蛛餐的區域呢 放一些花 放一些玫瑰 然後放一些蜡燭 沒錯 又是蜡燭 啊 用了超多的蜡燭啊 稍微佈置一下這樣不會顯得太單調 那也比較開胃的感覺 對 那現在我就是放一些花草 稍微點綴一下 那這用餐的區域呢 我加了一點隻很木條的圍欄 稍微保留點隱私吧 要不然就是經過的人都能看到 你在用餐好像不太舒服吧 對 那就是圍了對外的區域 還有對教堂的那一面 那現在就是我們在我們的屋頂部分 放上一些藤蔓類的植物 有一些藤蔓還有一些小花 那我覺得就是它灑下來 陽光灑下來的時候呢 可以看到地面上是有交叉的禮巴的陰影 還有這些藤蔓類的植物的陰影 就是蠻好看的齁 像一幅畫一樣 那我就是在周圍擋的那個圍裡上呢 再放上一些藤蔓類的植物 還有教堂呢 教堂的牆上也一樣放一些藤蔓類的植物 這樣不只是白色的區域齁 這樣整個就是有不只白還有點綠意 比較有融入的感覺吧 對 那個藤蔓類我一樣都是選擇 白色跟粉色的 那現在我就是在看上面的屋頂的部分呢 藤蔓的植物要放多少才會 陰影是最適當最好看的 那這就是探餐區域大致上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是給接待區加一盞燈 那我就是選擇了很像星星的那盞燈齁 蠻好看的 那現在這邊是霸台的部分 那霸台的隔壁呢 我放了一個就是DJ的那個工作台 那還有一個舞池 那目前呢我是放斜的 就是對角線的 但是我之後呢會把它調成正的 因為總覺得對角線好像有一點突兀齁 所以我之後會把它調過來 那就是霸台還有跳舞的區域呢 我一樣是用橫木的圍籬 跟我們的婚禮廣場稍微區隔 對就稍微有點區隔 要不然感覺太沒有就是一區一區的感覺齁 那我現在就是加點裝飾 然後看一下我要怎麼分隔 原本我想要把live music的那個地方啊 跟舉行婚禮的地方隔開 但是總覺得不太好看 而且就是想一想的話 如果以實際面來想的話 音樂區域如果跟婚禮的地方隔開的話 不是很奇怪嗎 對吧 因為就是live演奏已經是婚禮 典禮當中也會演奏的嘛 那像這邊呢我蓋了一個小小間的房間 那這隻房間的用途要做什麼呢 就是 嗯 就是除了蠟燭之外齁 我很喜歡放的東西就是 BBQ那個 BBQ燒烤的那個燒烤爐 所以呢我蓋了一間小房間 當作可以專門吃那個 燒烤的一個小房間 那裡面就是還有一個簡單的洗手台 琉璃台 那還有垃圾桶 對那就是 呃因為這邊是吃的嘛 所以一定要跟音樂的地方有點隔開 所以我就是用了一個 橫木的那個圍莉再把它隔開 那這邊我放好了燒烤爐 然後還有琉璃台 還有洗手台 那我之後會放一個戶外的大型垃圾桶進來 就是感覺就是這裡是一個 嗯比較衛生清潔的區域吧 那我就是放一些 呃花草稍微點綴一下 不會顯得太空曠 那吃這個 呃燒烤的地方呢 是不是也要擺點椅子 這樣累了可以休息啊 所以呢我就放了一個 呃白色的石頭的 稍微的戶外休息以後 就是不要坐太久 坐一下就好了 那在呃現場演奏區 跟呃 點婚禮廣場之間的那個 三角形區呢 我就是鋪上了一些 草皮 帶有一些小花的草皮 那另外一邊也同樣齁 是鋪上草皮 對 就是 嗯比較有點綴 但是又不會太詳細 那既然有BBQ了嘛 那這個中庭呢 就要放一些 很休閒的戶外椅囉 這樣子燒烤完就可以坐在這裡吃 嗯那我就放了一些椅子 那那個桌子是有亮片的桌布喔 桌 比較有派對風格吧 那我原本呢 這個位置是想要放一個噴泉的 但是我後來覺得 好像不放比較好看 對 所以我後來就沒放我齁 那我 婚 婚禮廣場的地方呢 我又加了兩盆 粉色的盆栽 稍微再中和一下白色齁 那我這個時候就把那個 DJ台 還有我們的舞池都轉正了 感覺還是看正的比較順眼 那現在呢一樣齁 我們又在戶外那幾桌休閒以上 再度放上蠟燭 沒錯 這個場所大概有100個蠟燭啊 那我們又在BBQ點那個屋頂裡 圍裡上呢 又放上一些藤蔓 那就是一樣有 呃 乘涼遮硬的效果 但是又不會完全的遮住陽光 那我後來覺得呢 用餐區域可能要 再稍微有一點獨立的感覺 會更好 所以我覺得 把用餐的區域呢 跟這個莊園內的其他區域 用圍裡再圍開 那一樣齁 圍裡上我一樣是放上了藤蔓 這樣子比較有點色彩 也比較有一種綠意盎然的感覺 看起來比較沒 沒那麼熱齁 也沒那麼白 那現在呢我在佈置入口的部分 我又加了幾盆 大小不一樣的白玫瑰盆栽 對那這邊呢就是跳舞的地方呢 我加了一些椅子 因為一定也是需要地方休息的嘛 所以我放了兩張椅子 還有一個大理石的桌子 那還有一些飲料盤 就是可以在這邊直接喝飲料的 不一定得到吧台齁齁 對那這個跳舞的區域大致上完成了 現在我們就來佈置咖啡廳的地方 那咖啡廳的話呢 那個點餐的那個台子我放在這邊 那就是稍微裝飾一下 放一些冰箱啊什麼的 讓它更有就是鮮活感吧 不過呢這邊咖啡台的擺設啊 我在測試之後呢 有稍微的小更洞一下啦 對那我現在門口呢 我又加了兩個圓形的噴泉 圓形的噴泉球 那又加了一些 呃水舞柱在門口 對那就是很好笑的是 門口啊這些水池就是 模擬市民室真的可以進去游泳的 這蠻好笑的啦齁齁 那至少它有功能嘛 那這個時候呢我在就是 咖啡廳的點餐區域上面放了兩盞 大型的方形燈 對就是感覺比較有 呃整體性聚焦在這裡的感覺 那這個地方 右下角的地方就是廁所 那接下來的部分呢就是 在布置咖啡廳的部分齁 那布置完咖啡廳之後呢 我就把接待處移到了右邊 就是入口之後的右手邊 感覺比較不擋路 但是又是動線是蠻順的 對那就是這邊咖啡廳的話呢 我就是放了一些 呃看起來比較舒適的一些椅子 對那我後來還有放一些沙發進去 那現在就是在 呃白色廁所的部分 廁所的話就是 馬桶嘛 那還有洗手台嘛 對廁所的話 就是大概就這個樣子 那影片接下來的部分呢 就是我把咖啡廳蓋完 稍微裝飾一下 然後我們整個窗圓的部分呢 稍微再看一下哪裡需要點綴 那大致上就完成了齁 那最後面呢還有就是 我們場景的整個的截圖 截圖系列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請幫忙一個讚 分享留言 還有別忘記訂閱 就是最新消息唷 感謝收看 掰掰 掰掰 請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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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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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